新闻消息的老杰 民进党政策中心执行长王毅川 在政论节目里面非常得意洋洋说 你现在看到了很多的活动里面 我们都已经掌握里面的状况 他表示说在1月12号的小草的活动 在个5月19号的小草的活动 再加上5月24号 这个青鸟的活动 他们经过了比对 而这个比对是透过GT台的比对之后 他们知道这三批人是不一样的 没有想到这句话现在整个炸锅了 而且这句话越演越严重 为什么越演越严重呢 因为他已经牵扯到 难道我们的政府现在已经在监视我们每个人吗 而且如果今天你去参加小草的活动 或者你去参加柯文哲的任何活动 你的手机会被设定吗 你的手机会被注定吗 你的会马上在某一个我们不知道的资料库里面 有一个小草资料库吗 不然的话你要告诉我 那你怎么比对 因为现在我们的大数据里面 我可以知道说你的男女性别 我可以知道说你的年龄层 可是知道男女性别 知道年龄层之后 你到底是谁使用的手机 你这个人的任何个人资料 照理讲你要去除不可以让任何资料 可是今天王玉春讲得非常的明白是 他们是经过了比对 而这个比对是刚刚讲的一个数字 让人家就害怕了 你如果没有个子 你怎么比对 而且他越讲越可怕 当大家质疑的时候 他说没有了 他们申取的路过 连口轮廓 我们讲轮廓 轮廓是不一样的 连口 难道现在你除了去掌握人家的手机 你把小草的手机都注射之外 难道我们跟中国一样 也有人脸变质系统吗 难道透过人脸变质系统 我们也有一个神秘的资料库 隐藏着这些东西吗 而且我们看到最可怕的是 现在民进党可能知道 问题非常严重了 所以民进党的国安局长 蔡明健讲 我们国安局没有参与 科技民党既然有人检举 就让王毅川自己去面对司法 我们也看到内政部长讲 不清楚那个资料从哪来的 这要问王毅川本人才会知道 更可怕的是 我们现在的外交部长林家龙 你知道王毅川只有一个老板 而且王毅川这个 他能够在政坛上立足 完全是因为 他跟的就是老板谁 跟的就是林家龙 结果没有想到 林家龙居然讲 王毅川就是王毅川 林家龙就是林家龙 也没有就这个事情 跟他有什么样的讨论 这件事情到底有多严重 这件事情到底会怎么样向上延烧 这件事情 真的有一个神秘的单位 他在监控所有的人 难道今天你真的参加任何 不是民进党喜欢的活动 或者说 你参加任何活动的时候 你却要有一个备注栏 这个备注栏 你就会注记了 注记之后 你不管参加任何的活动 我就可以交叉比对 来看你的忠诚度吗 好 我们今天请到两篇 来帮忙首席的 财经专家 王毅川送料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美岛电子报总长吴子嘉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资深谱贵珍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资深谱贵梁峰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资深谱贵张雨萱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政治专家林天辉 大家好 雨萱 本来以为说 王毅川这个可能只是口误啊 这个风暴只是一两天就算 没想到越演越烈 为什么越演越烈 刚刚讲的 林家龙是他的老板 他是一手拉拔上来的 林家龙居然讲 王毅川就是王毅川 林家龙就是林家龙 我也没有跟他讨论过 更可怕的是 中华电信直接讲 本公司跟王毅川之间 没有任何接触 也没有任何业务洽谈 如果没有任何接触 没有任何洽谈的话 你这些资料 你讲的东西 你根据什么东西来的 老板刚刚现在王毅川 就是一个概念 就是说离倒霉鬼远一点 所以大家发现说 你现在跟他只要扯上任何关系 你就完蛋了 你就倒霉了 不是 这件事情遮掩不了吗 对 没办法遮掩 遮不错了 对 你遮掩 你只会引火自焚 因为他现在整个人 已经着火了嘛 所以我们刚才是不是 一看到第一个 国安局长蔡宇明言说什么 说国安局没有蔡宇宝德哥 其实他有讲一句话 最重要你知道他说什么 这应该是属于民间的公司 以及跟电信业者之间的合作 所以蔡宇明言知不知道 他在搞什么鬼 民间公司跟电信业者的合作 对 她说我知道你们在干嘛 但跟我没有关系 所以做一个切割嘛 那刘四方更狠 刘四方说我不知道哪里来的 你要问自己去问他 那请问一下刘四方这个内政部 为什么大家会去点名去问刘四方 为什么 因为内政部以前在COVID-19疫情期间 他是属于管辖 这种我们讲的主机 以及相关的电子微力监控的 因为各自最后的总把关是他 对 他是主管单位 所以连刘四方都说 我跟我没关系 这是我益川自己个人所为 更有趣的是你看 柯建民以前遇到这种事情 都会噴噴叫 结果他讲说什么 没关系啦 他自暗调查了 就让他好好的去面对司法 就连郑明谦今天被问到的时候 黄国昌还特别问他 说 诶 请问一下 有没有这种可能 可以这样子去比对吗 可以这样去大规模掌握吗 太离谱了 郑明谦口无言说 那我们就用这个通保法 28秒去办他 不是 现在迷你脑的声音 或者迷你脑 很多人不是讲说 这个资料都是公开的吗 大家都这么玩的吗 新北战玩的 台中这么玩的 大家都这么玩的啊 原本他还讲说 可能是手机信号的比对 大家还讲说 所以你追踪我的手机吗 没有想到他今天竟然讲说 哎呀 我不是啦 是因为他们三组的 轮廓脸孔都不一样啦 所以我 脸孔 保里哥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人脸辨识 天眼系统 你越摇越棒 所以不只监控我手机 你连我的脸都监控了吗 当然不是这样 所以各位 你仔细看看 王毅川一路以来的讲法 他第一时间说的是什么 第一时间说 哎呀 我们这个是做一个资料分析 我跟各位讲 我知道有些是小草 有些是太阳花 这两点就很奇怪了 不是啊 都只是手机信号而已 你怎么会知道 他是小草 或者是他是太阳花 因为我现在拿到资料 不是只有年龄别吗 我现在拿到的 不是只有男女性别吗 为什么这些从这个性别 从这个年龄的分布 你就可以知道 他是小草 还是太阳花 对 而且他讲的最可怕的是什么 他是说 哎 我知道这些小草 这些太阳花 他的依据是什么 比如说呢 他是讲说 哎呀 有些人是1月12号的时候 来参加赖清德的造势场合 所以我们已经知道这是哪些人 但有些人是519的时候 跑到我们民进党中央 跑去抗议的 那些人我们也知道是谁 我们把这两群人 拿去跟524的做对比 我们才发现没有 基本上来讲 519的人都没来 而且112的人也不多 很多人都是新冒出来的 这个事情大掉了 他到底在讲什么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这三群群众 包括在当时造势的时候 就已经定了做技巧 我已经把你匡列出这个database了 我才有可能进行后续的比对嘛 可是王一川自己在晚上贴脸说 那我以前在台中就是这么用啊 还把这个表格给弄出来 对 老实话这个意思应该是这样讲 因为王一川原本第一时间说法 一直在讲说 我这个呢是商业行为 一般呢做这种人流统计的都会有 对 一般的人流统计会有什么 会有所谓的年龄 会有所谓的性别 甚至对 重复率也可以做得出来 但你能得到你可以跟电信业者购买得到的是什么 最终已经计算过统计过去识别化的资料 但今天要对比请问你需要的是什么 原始资料 就是所谓的road data 为什么要road data 否则我们只得到这个数据 来 各位我问你重复率37是哪37的人 那我跟这个地方台中重复率37对不对 基隆重复率28对不对 我随便讲几个 那请问一下这两个什么比对 没办法比对吗 那你知道怎么样可以比对吗 怎么比对 我如果知道这37%的人他的电话号码是什么 我是不是可以把他匡列说这件事台中游客 我再拿这些电话号码去跟基隆的电话号码做对比 才有办法知道说 重复率有多少 有多少人去现场 有多少人是共同的吗 这是代表一件事情 王毅川讲的最严重的就是对比两个字 代表除非你拥有原始的资料 也就是我们讲的电话号码 你才有可能进行比对极其勾击 所以这个部分你就知道为什么中华电信赶紧切割 因为如果中华电信做这件事情 那代表他说什么 他泄露了数以万计人的资料 个人资料 对而且还是说 而且他是泄露数以万的什么个人资料 电话号码 那你有了电话号码 这个人是谁就知道了 对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 你要仔细听王毅川的讲法 他不只是讲电话号码 他是讲说什么 我还知道他是太阳花 我还知道他是小草 所以代表这个电话号码 你能想象吗 如果你去到519的时候 你的电话号码注记上 在他的资料库 RAWDATA里面 竟然跟你标示者 这个人叫做小草 那不是政治深防 那不是区分敌我 那不是把所有全台湾 可以渗透每个人的身上 都贴上一个标签吗 那不跟疫情的时候一样吗 也就是说 今天最可怕的可能性就在于说 他今天我们知道的 在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都经历过那个时代 我们经历那个时代 是因为疫情真的太可怕了 所以很多人 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个资给开放 我们愿意让牺牲我们一些 个人的隐私 所以呢 就像我当时住在万华 你当时万华是一个重中之重 甚至万华很多人是被注记的 你今天的手机 你只要经过到龙山寺周围 你今天只要在这个复兴周围 你就可以收到简讯 你为什么可以收到简讯 因为我三方定位 你谁进到这个区域里面 我马上可以帮你注记下 我可以吗 知道你到底是谁 如果这套系统 它可不可以用到任何造势场合 它可以用到任何造势场合 那如果我用到任何造势场合的时候 你今天的1月12号 你今天的5月19号 你今天的5月24号 你所有参加的人 你进到这个范围里面 你是不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 电话的list的 你有了非常明显的电话list的时候 那这个到底是要保密的 还是可以公开的 那如果是保密的 怎么会有人知道 那如果说你这个东西被公开 那就很简单了 我就把1月12号 把5月19号 把5月24号 我把电话号码一比对 电脑一跑 我当然就知道它一不一样了 对吧 首先我们讲 这个技术其实不是首创 也不是说什么中华电信 突然间为了选举造势场的发明 而是在当年2019年到2021年的时候 记不记得疫情期间 最严重的时候是万华 万华那时候发生 大家讲说 哎呀 阿瓜掌大幅度的感染 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 我们的政府做一件什么事情吗 他们非常的凶狠 直接把万华一大块区域 匡列了60万人的个人行踪 我再讲一次喔 个人行踪 所以代表谁做得到这件事情 中华电信做到的事情 因为这个技术是中华电信研发出来的 中华电信可以 对 他研发行踪之后 你知道他做什么吗 好 我知道这个60万人 怎么进出进出 他跑到哪里 这几天他走到哪里 他们把里面有进出阿公兆的 第一个 比如说你在阿公兆待了十个小时 我就知道你是女陪室 你如果去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走了 我就把你列为顾客 然后呢 顾客以及女陪室有接触到的相关人等 把他们贴上一个标签 这个标签叫做高危风险标签 甚至当时直接上传到哪里 你知道吗 健保局 直接上传健保局之后 发送各大医院 所以各大医院都知道 哦 这些人 这些人就是有问题的 所以你看你去看医生 你想说我根本清清白白的不知道 你可能只是接触过这种阿公店的人 然后你就不好意思 直接被做记号 但是你能想象 因为当时我还有一个法律叫做什么 传染病防治法 水保雷根当时有没有违法 没有 没有违法嘛 传染病防治法 可是那个刚刚讲 那个紧急时刻已经过去了 那个特殊时刻过去了 你们不该恢复正常吗 难道那个潘朵拉的盒子打开之后 再也没有盖回去了 对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当时疫情用的 我们总共两个 一个叫做电子围理 一个叫做个人行踪追踪 把这两套系统 如果用在选举的工房上 如果用在真智的真房上 那会吓死人好不好 而且你知道那个时候 当时候大家还什么样 哇 台湾觉得 哇 这是台湾之光 宝姐哥 就是说这件事情做得好 做得棒 因为台湾有能力去监控 透过这种电信的方式监控 所以包括你知道 以色列以及甚至是美国 那时候还跑来跟我们取经 所以他们的时候 所以当时很得意的是说 我们可以监控 十万人以上的规模 而且它里面还有写到 里面的所有 我跟你讲 你知道我们这种居家隔离 电子围理多厉害吗 它走出家门 超过五公尺 我们就会知道它的行踪 代表我们可以很精准的定位 而且NCC那时候也讲 你看这是透过 所谓的传染病防治法 才得到授权 行政授权 但最可怕的是什么 因为当时这套资料 是由中华电信的 我们讲的大数据中心 也就是他们的大数据处 提供给我们那时候的政府 做一个想定 跟一个解决方案 跟解方 但诡异的是什么 诡异的是 这个当时的大数据的总监 他的名字叫做李承伟 而这个李承伟呢 后续竟然被人家踢爆 李哥你知道被踢爆什么吗 踢爆什么 第一 他其实根本不是 中华电信专长出身的 他不是电信专长 对 他是记者出身的 跟我们是一样 同行的 记者出身 对对对 然后说哎呀 大家很好奇 说不是啊 你记者出身 他不是学电机电子的 不是 而且你知道他空降 不是学工工工程的 对 你知道他空降到中华电信 他直接是什么值得吗 什么值得 17值得 他直接就是空降 17值得 年薪350万 然后要做也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说搞大数据这件事情 而甚至呢 那时候包括 因为这曾经被媒体周刊 揭露到说 不对 他还跟民进党的 整天自称说 跟某某派系特别交好 而且不是这样 你说 诡弦可是这只是 这个李承伟个人所 没有 你错了 我们刚刚是不是才聊到说 万华这个东西 有60万的足迹也被匡列 对 当时你知道是谁出的这个主意 谁提供给我们 当时的副指挥官 陈仲彦吗 谁出的主意 就是这个李承伟 这边有清清楚楚的一个 白纸黑色公文 有没有 传染病严重防治中心 以及万华地区高风险助记 专案报告 专案计划 而当中出席的人 就在这边 这个下方的这个李 就是那个李承伟 所以换言之 这个李承伟是在那个时候 就已经得到这样的一个技术 得到这样的一个资料库 并且把它用在疫情当中做使用 所以这个因为是三年前的发生的事情 你现在跟他对比王毅川的说法 有没有觉得完全不谋何何一模一样 我觉得可怕的是 如果今天我跟民进党的立场不一样 我去参加反对民进党的活动 我会不会知道我的电话号码吗 对不只 你知道电话号码就算了 就算你踏进那个场合 他会先知道你的电话号码 然后呢 再来他会在资料库 Database里面 帮你做一个助记 而且助记完之后 跟各位讲 不好意思 后续会不会再继续使用 会 因为你已经在那个档案库 如同这些万华阿公店 如同这些万华的顾客 你永久的在这个资料库里面 都会被列为是执政党的敌人 好 玉凤 今天是连 管会也全部都说 我没有设计在这里面 可是你说 管会有这个能力吗 调查局有这个能力吗 刚刚讲 你不是给我一个所谓的粗糙的 这个概括 如果说今天 刚刚讲的 新北有在用 台北有在用 台中有在用 我们看到很多地方 台南有在用 用的就是刚刚讲的 你今天参加这个活动 我就非常好奇 是到底谁来参加的 这个男女的分辨 还有这个所谓的性别的 这个男女 包括你的年龄层 可是他今天可怕的是 我可以去远跟半年多的 一个活动来对比 我可以跟之前的活动对比 那你要对比的话 你没有那个road data 你没有最原始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电话号码的数据 我请问你 你是怎么对比的 对 我们现在话说从头 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 肯定是有这个能力 这个东西其实在疫情之前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其实一点都不困难 反正呢 我只要是你实名登记的一个电话号码 手机号码 你进到了基地台里面 你就被锁定了 这个在过去来讲的话 本来就是可以做的 别人讲我听不懂 我后来跟我讲 你看防疫的期间我就懂了 而且我是万华人 我感受更强烈 你知道某个时间 某个地点 你出现在这个地方 你的资料就进到那个资料库了 重点是 这个资料库如果有没有人收集 这个资料库有没有把它给存下来 这个资料库有没有 被有心人来利用 对 为了这个事情 我去问了一些很资深的资单专家 他说你不用想得那么复杂 大家有没有看过无间道 无间道刘德华要传讯息给他的老大 称哥的时候 他不知道说称哥到底用的是哪个手机 因为原本的手机都交出去了嘛 他只要弄一个区域 看里面有多少手机 全部都发了简讯 这是无间道是什么时候的电影 20年前的电影 所以我们的技术在20年前就可以 所以为什么疫情来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想出这个东西 这东西不是横空出事 这东西在台湾本来就有两个单位 可以这么做到的 一个就是国安局 一个就是调查局 他们可以拿到这些数据 可是当疫情的时候 大家没有意见嘛 因为疫情本来就是要锁定这些资讯 所以在那时候呢 你把潘朵拉盒子打开了 你用这个三角定位法 你所有的东西 只要你手机一打开之后呢 你从基地台里面就可以找出来 你到底是靠近哪个地方 然后呢 你锁定好之后呢 你在地方待了多久 如果你是经过 我们刚才讲的那三个政治场域 你经过 那没有关系 你就不会被注记 可是当你在三角定位法里面 某个基地台留下来 你就是来参与的 你参与之后 你过了多久的时间 他们说大概45分钟 他认为你待了45分钟 你就是来参与的 你就会跳出来了 跳出来之后呢 45分钟 做实验一样 你为什么王毅川可以说 第一场1月12号 5月17号 其实是5月19号 然后这些都不一样呢 那就是因为 你有一个对照组 你才可以做比较啊 你比较完之后 你才知道说 哎呦 这些是哪些人 那些是青鸟 那些是小草 你这个东西才make a sense 才合逻辑 因为不要讲到的 今天王毅川 或者很多人一直在讲说 这个就是一个 现在大数据的运用啊 这个是一个进步的科学啊 这个大家都会啊 王毅川也把他当时在台中的时候 刚刚讲到 你看哦 50到59岁 40到49岁 30到39岁 这个年龄我都公布了 甚至还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因为我办活都不是办一天 我办了好几天 我办了好几天了以后 你今天来的人 跟明天来的人 我不要说 哎我看起来都10万人 10万人都是同一批人 而且没有扩载效益 那如果我说 我总共有一百万人 那我的效益就变得很大了 那我连 哎你进来了又回去 进来又回去 我冲庸我都可以做到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这样子去算这个数据合理啊 不对哦 因为你就算知道他的重游率 你就算知道他的年龄分布 你就算知道他的男女性别 你没有最原始的那个电话号码 没有这么多人 你怎么知道谁是谁 你怎么可能 刚刚讲最大问题是 你怎么可能在三个不同的时间 三个不同的地点 你告诉我 你可以比对出 这三个人不一样 三种人不一样 对所以呢 你是不是要有一个原始的资料 因为我们刚才跑出来的电话号码 你当成做你的对照组 你才可以做比较 不过王毅川这个执行长 他又讲出来一个东西 其实他只要稍微讲 我就碰烘了嘛 这事情或许就可以结束哦 你看他出来讲的东西 其实让治安专家 大家又吓傻了 他就说呢 这座知识厂分析的朋友 大家聊天 这几场到底是多少 从哪里来的 好 你就欢迎去台中玩 或者是这个耶诞节的一个灯会 这些东西 你是要不要去投单 你要先去投单 我办的活动 办了三天 然后办了三天之后呢 我想知道我的人流 我想知道说男生女生 大概几岁 重复来了几次 那如果你这个东西 谁去投单 小草的活动 谁去投单 青鸟的活动 谁去跟投单这些东西 而且这些是政治活动 中华电信 他们敢接吗 那如果说真的 你有市场分析的朋友 你要不要把这些资料 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你到底是怎么看出来说 小草跟青鸟 这些人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 因为中华电信今天已经否认了 我跟王玉川没有任何的接触 没有任何的接触 王玉川讲的资料 到底从何来 当然现在民进党很多人讲说 这个资料都公开的 你任何人都可以去买 那个中华电信你买就可以了 好那问 谁去买的 谁跟中华电信这个登记的 还有今天刚刚讲的 那这个如果是小草自己办的活动 那是民众党自己办的活动 那民众党自己办的活动 民众党有去跟中华电信来谈这个事吗 那如果谈这个事情 那不是应该是民众党的资料吗 那民众党的资料怎么可能外流 或者说今天不是民众党的人 那张詹理事王二八子 都可以来买这个资料吗 好或许是说 你也都可以买这个资料 那我们非常好奇了 那是谁买的 难道民进党 针对所有的政治活动 你都已经跟中华电信讲好说 任何的大型活动 他所有的data我都要了吗 对 现在来讲的话 你要让他知道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些活动是分成三场 难道这三场 他们早就都已经有数据有掌握了吗 如果没有数据没有掌握的话 到底是谁来分辨 哪个是小草 哪个是青鸟 好 所以董事长 刚才讲的这件事情 本来以为说 那就是一个八卦 就是一个失言风暴 可是没想到 越演越烈了 我今天觉得最好奇 最好奇的是 连林家龙都讲 王毅川是王毅川 林家龙是林家龙 我也没有跟他 就这件事情有什么讨论 中华电信 马上也有一个公开声明 这个公开声明是 本公司跟王毅川先生 没有任何接触也没有任何业务插谈 中华电信是股票上市公司 他第一时间必须要澄清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现在都谈政治 谈泄密 你知道在商业上来讲的话 如果这个事情就是电信公司 泄露大量泄露客户的个资 那我请问你 会不会有损害赔偿问题 当然有 我告诉你 这个严重大公司会倒闭 因为我们把所有的 所以你说 今天1月12号去参加小草活动的人 今天5月19号去参加小草活动的人 他们都可以去告中华电信 所以我当然可以告 我现在 而且这个将来一定是团体诉讼 绝中华电信一定是被告 这个不用谈了 中华电信今天第一时间发声明 就告诉说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事情很简单 我们已经 刚刚已经整个谈完了严格 严格就很简单 疫情时间 你用这个电信的机制 去侦测到足机 足机什么意思 个人 就个人嘛 谁来的 待多久 我就是用足机就可以查到 谁是代言者 谁被感染了 谁是所谓接触者 对不对 有严重接触者 当时足机查这个吗 那个是CDC在管制 那时候有传染病 有传染病法的法源 国家特别 特别实情 特别法 对不对 可是我们当时是一个紧急时刻 紧急时刻 我们才开了一个方便门 难道说 这个紧急时刻过了以后 方便门还开着吗 不是方便门 没有难道说 他自己公开电视说 不是我帮他说 他自己在三立电视台 公开承认他还在干 这个是这样 我们不要把事情搞复杂 当时去 疫情搞的 干那个活 他现在还在干 这样对不对 那这干什么活 我告诉你 就是泄露个资 当时干的就是传染病管理法 他有法员 现在就是没有法员 没有法员叫什么 就泄露个资 泄露个资 因为可以比对 一定是个资才能比对 比对什么东西 所以泄露个资 他可以侦测到 不是十万人 二十万人 是每一个人的个资 那我现在问你 最简单一个问题好了 我现在问你 柯文哲跑到阳明山区 见吴东晋 当天他可不可以 把他侦查出来 一定可以 柯文哲电话 他的三小定位法 他就这样出来了 当天柯文哲是非常谨慎小心 柯文哲跑到阳明山区 跟吴东晋见面的时候 吴东亮见面的时候 中途还特别换车 在中途还特别换车 还上去 但是他最可怕在哪里 因为你要去的终点 我已经知道了 你在中间 你就算怎么变装换车 我照样抓得到你 反正现在我们当时 在阿公店的时候 可不可以查到足跡 可以 那是不是个人电话 就可以可能 个人足跡对不对 所以就查柯文哲的足跡 有没有困难 没有 就科学上是可行的 到今天来讲 查刘宝结肠 我无止加足跡 都可以查到 只要你 我是你的客户 是你的电话就可以 所以就两个问题 因为你是正常的合法行为 一个是非法行为 我们现在证明它是非法 对不对 好 那个问题来了 第二个 我现在关心你什么事情 你知道吗 损害赔偿问题 我告诉你 大问题来了 损害赔偿不得了 我当然今天要鼓励大家 所有的观众 看我节目的人 等我通知 我要把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苦主全部召集起来 团体诉讼 所以王毅川是好人 暂行 他是大发善心 把这民进党干得黑活 他在电视上公开出来 公开出来 我看的观点不一样 我才不管你政治阵防 就有几百万人的个资 被中华电信不当管你 但王毅川出了 出一个大学说 我不小心key挡了 我key挡了 我乱讲话不行吗 王毅川不重要 不重要吗 最后当司法审判的时候 只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这个东西资料库 我问你很简单 这个没有进到 中华电信的资料库 是没有办法比对的 所以中华电信的资料库 只有两个情况 一个被黑客盗用 一个被刻意拿出来 就不当使用 这两个情况 那你在有 在有这个疫情时间 是依法使用 那你应该把那个门关掉了 门没有关 他拿来不当使用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 王毅川是一个证人 我跟你讲 电脑的东西会留下痕迹 那个没办法的 那个电脑云端在上面 它弄不掉的 现在中华电信 谁敢去动那个电脑 没有人敢动 他只要每一次下载一次 download一次 都留下资料 而且我跟你讲 这些家伙一定是 所以你说 1月12号 5月19号 还有现在的5月24号 先不用管5月20号 你签名了两次 去比对前面 有没有人进到资料库 有没有人把它download下来 有没有人把list什么东西出来 还有一个更严重问题 你知道为什么中华电信吗 为什么 中华电信大部分是 中华电信的客户 所以对他的选票有直接的影响 好 玉舫 刚才讲现在 简教授我先弄个他之案 可是他之案不重要啊 你连被告谁都不知道啊 这个案子能办下去吗 就吵一吵就没了吧 其实我觉得如果这个案子 真的要办下去 真的要靠五董 五董弄下去之后 你知道地检署里面 有些检察官真的是 会想办的 你只要开始掉资料 那掉了资料之后呢 就有机会起来 那为什么北检那么积极 你只能看过北检来办案子 那么积极来处理吗 这个东西来讲 如果是北检现在的他之案 最后的结局只有一个 操无不法 签结 然后呢 The end就故事结束了 先把他攔下来 对 损害控制 你很少看到北检这么积极 哇 主动发讯息 你说这个是损害控制 对 他们要办了 所以很多人就会说 哇 他搬下去处理 No 他这个东西是想要帮王毅川来解套 就说这个东西 误会一场 误会一场 他胡说八道 对 来签结 他做梦梦错了 对 反正这样子就可以结束 但是如果五董真的狠一点 处理 弄下去之后的话 怎么处理 只要 国民党那么闹躁 怎么处理 那就要靠五董了 只要他提出告诉 当天在现场的那么多人 你只要拉个五个十个 提出告诉来 弄进去之后呢 你就不能用他自案了 你这个是有人告发的 有人去提告的 提诉讼的 这就是提诉讼 那提诉讼之后 他就要用正常的模式来分案 你只要运气好一点 分到了一个 有想法的革命检察官 真的认真的去查 认真的去调资料的话 就像 五董刚才讲的 中华电信 没有人敢去 来伪造这个东西 那你弄下去之后的话 我们真的 可以再看到地检署 有机会 真的开花 那我们看到现在 国民党跟民众党现在磨刀祸 我说我有了调查权了 我有了听政权了 我的调查权第一件事情 我就要干这件事了 一定干这个事 调查权这个事情 到整个可以使用 我估计一定 民进党会拖到最后一天 那赖信者一定拖到第十天 不签字 对不对 都还复议搞半天 最少一个月以上 等这个 等完了 王毅山已经大概到纽约去了 不见了 我跟你讲 很简单的做法 我跟你讲 我们先把它搞个自救会 先把这个 被中华电信自己怀疑到 那几次有出席的那些的当事人 先告再说 不是先告 先成立 先登记 团体诉讼 我们不要告 不要告什么形式 直接要求中华电信 要有损害赔偿 要钱 要中华电信赔100亿 200亿 300亿 这才是有意义的事情 他说是误会一场 中华电信 你讲我没有跟王毅山 有任何接触 那时候 那时候我先成立 自救会 再来就是立法院的调查权 你要被关的 你要讲做伪证 要一年徒刑 到时候王毅山来的话 非讲不可 不讲他要坐牢的 所以这个刚好是 调查权的第一案 然后另外一手 我们要把所有的苦主 跟被害者 设一个网站 让他们来登记 大家一起来做团体诉讼 昨天晚上在台北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画面 今天刚刚讲 黄仁勋居然带着张忠谋 带着林百里去逛夜市 而且刚刚讲 去吃芽花煎 去吃豆花 张忠谋居然92岁 是第一次到了夜市 可是刚刚讲 他来是为了下个礼拜 6月4号的台北电脑站 他来的 提前一个礼拜来 不但是提前一个礼拜来 你什么时候说 你可以把张忠谋 你可以把林百里 一手抓一个 然后跑去逛夜市 对 上昨天大家在看这个画面 就是这个黄仁勋带着林百里 还有张忠谋去逛夜市 但其实他是反客为主 因为昨天原本一开始的时候 是林百里坐东 但是后来他想说 那吃完饭大家一起去 为什么 因为他要紧紧牵着旁边的这两个人 你说他要紧紧的抓住林百里 紧紧的抓住张忠谋 对 为什么要抓住这两个人 因为目前我只对黄仁勋来讲 他只担心一件事 就是我的产能不够啊 所以我要抓着谁 台积电我一定要抓得住嘛 所以他张忠谋一定在旁边 他跟张忠谋已经是第二次吃饭了 他下飞机的第一天晚 第二天晚上 他就已经去张忠谋家吃饭了 就还是拉着张忠谋 为什么 因为我要把台积电过了身边 另外第二什么 我要把林百里也雇注 因为为什么 林百里是做这个伺服器 而且他这几天 还会跟刘洋伟吃饭 所以等于是说 他这几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把我的供应链 都完全把它call得非常紧 这是我的兄弟 他告诉你什么 这是我的兄弟 你们谁也不准抢啊 因为为什么 因为舒之锋也要来啊 这个英特尔基金格也要来 很多人都要来 高通的艾姆也要来 安某的哈斯瑶来 美超委的梁建后也要来 对 那谁有在做AI的IC 当然是舒之锋也在做 英特尔也在做啊 高通也想要玩啊 他们都要什么 要产能啊 产能问题是 大家都要抢产能的时候 为什么他这个黄仁勋要提前到 他提前到来 他就说 不许台湾要去哪里 因为我要先把这些产能都顾好好啊 所以你说表面上 他在谁啊 表面上他在这个做公关 事实上 刚刚讲的这一批人 高通微软 英特尔会打安某 美超委 他们来台湾干嘛 抢人 抢地 抢产能 对 而且他们会把场面做得非常大 像会是这一次的这个Computex来说的话 舒之锋会来这个地方 他会第一场就开这个 开幕的演说 那你想说 为什么是舒之锋开幕演说 因为舒之锋是整个台北电脑展里面来说 AMD最大的展台之一啊 那你说那NVIDIA呢 不好意思 NVIDIA不在这个 我们台北世贸他在哪里 他在台这个南港的饭店里面 他租了两层楼 自己做 对 你要来就我自己做给你看 我才不要跟他们混在一起 那他们 他们现在都是彼此在这个互相较劲啊 所以这次他们是这样 你要说他们是生死斗也可以 反正我这一次我一定要在这个台北电脑展里面出进风头 好的 以前我们都觉得台北是一个边缘的地区 台湾不在世界的核心 可是冒邪的董事长黄之锋就讲 这次的台北电脑展多麻烦 因为全世界的AI巨头全部来了 来了以后他说 我光协调时段 我的伤脑筋就等于是花了快一年了 每一个人都要黄金时段 每一个人都要抢第一 那头香被舒之锋抢 对了 舒之锋抢去了以后 黄仁勋怎么做 我提前你一天 我把整个会馆给包下来 包下来了以后 我要办我自己的发表会 对 也就是说他在别的地方办 反正我没有跟你们混 所以他现在大家彼此之间 这样较劲的一个状况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讲 今年下半年AI PC AI手机都完全要大爆发 这些大爆发的时候 你工艺店都只能够找台湾的相当工艺 所以他们来 像舒之锋来的话 他一定也要去见张中某 一定要去见这个林百里广达这些 所以他就说 我这个黄仁勋我已经先见过 先拉住了 都暗奶鬼啊 你们这个跟舒之锋的事情来说 看谁是怎么样 我们自己看得办 所以他事实上 这某些程度来说 是彼此这个大老板之间的较劲 要产能 要人才 要这个所谓 我的这个相关的合作伙伴 他们是在互相争斗的一个状况 而且你刚才讲说 今年有一个关键事 就是AI 因为台北电脑在今年 AI PC是一个重头戏 未来就会 你不是只有PC 你的手机 你任何东西 如果你没有办法跟AI挂上钩 没有办法进到AI的世界 你就要被淘汰了 对 没错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 目前为止来说 大家都是在 你看台股昨天又创新高 为什么创新高 你看所有的这个东西 完全都跟AI连上关系 包括说你看微软 高通 安某 还有红基华硕等等 他们在做所谓AI PC 那你根本不用讲的话 他们这一次 你看这一次 他们要讨好台湾 我觉得我跟你讲 过去我们很少看到 我们这些所谓的外国公司 这么的在意台湾 你看 黄仁勋 他现在已经跟我们台北 有一个A plus的计划 他在做一个台北一号 在台湾 超级电脑 他现在还要做第二台 可能放在高雄 那另外AMD舒之锋也说 那我也这次 我可能也要来台湾投资 他听说了 他在整个这个电脑展结束之后 他就会到南部去 他可能会在沙伦 南科或在高雄 看什么地方 他要设厂 所以AMD也要来台湾设厂 对 所以他们现在目前为止来说 大家都要来台湾设厂 要来台湾设更多据点 要目的是什么 我要跟台湾的人才 跟台湾的产能 这些黏在一起的状况 而且你想说这个台北一号 它是AI超级电脑 这个AI超级电脑 我们之前讲的 伊隆马斯克说 我要什么 十万颗的这个所谓的H100 我要搞一个超级电脑 这有比那个厉害吗 那现在AI的超级电脑 会超越现在CPU的超级电脑吗 对 没错 他这个台北一号来说 当然没有这个 没有伊隆马斯克的XAI那么厉害 但是你知道 他要设了这个超级电脑之后 慢慢的台湾人才 计算力就会出来 然后再加上说他把这个当成是一个试验基地 我未来可以怎么改善 把这个超级电脑怎么改善 搞不好从中间我就可以获得不一样的灵感 所以他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两大厂商都不约一统来台湾投资 所以告诉你说 台湾已经变成是 所有你要玩AI的人的兵家必争之地 而且我们知道 现在就科学园区来讲 台南南科的产子 已经变成了台湾第一了 现在不是往南科 南科现在往高雄走 现在大家是在台南 在高雄都在列地 都在抢地盘 对 你看 事实上目前为止 NVIDIA跟MD都到台南去投资 到高雄去投资 现在包括什么 因为台积电的这个 二奈米的厂在南指投资之后 现在艾斯摩尔已经准备了 也到高雄去投资 所以也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 只要台积电在什么地方 国际大厂就跟着他去 所以台南还有高雄厂 未来的潜力就值得大家 更进一步注意了 好 会成 一般人当时讲 外行人看热闹 内行人看门道 我们看到了黄仁君昨天 好像在做一个social 好像表现他非常爱台湾 所以我找了张忠谋 我今天找了林百里 跑到夜市 张忠谋92岁 竟然第一次去夜市 你去夜市也还真的 去吃了蚵仔煎 去吃了这个豆花 就我刚刚讲的 你说这只是表面 真的像市中说的 我今天要展示一个东西 就是我把这个张忠谋 我把林百里牢牢地抓住 我们是同一批的人 还有更关键的是 他们还在台湾 刚刚讲他跟AMD 跟很多的公司 在台湾抢地盘 是我们都知道 其实就是NVIDIA 他已经在台湾设置了 第二个研发中心 第一个在北部 第二个在高雄这个部分 那现在我跟你讲 整个黄仁君 在台湾掀起的旋风 像什么 像宝可梦 现在他到任何地方去吃饭 外面全部都围着人 我有朋友 在那边站了两个小时 就是要一堵他的风采 你都猎杀到了 没有 我要特别强劲 我是转角遇到财神爷 我是转角遇到财神爷 我没有特别去堵到他 你跟黄文勋一起照相了 对啦 我就没有 因为就吃饱 看到有人 有人就是出过去 然后我跟哎呦 财神爷我也出过去 然后他人非常nice 他就直接拍照之后 那个刚好有车经过 他还说 小心一点 这样子 对 好的 刚刚讲的 他们今天来到台湾 刚刚讲 现在不是说我只在抢产 现在包括辉达 包括AMD 他们都准备到高雄去设厂 最重要一件事情 整个高雄风貌将即将大改变 腾龙换鸟的计划 就随着这个AI世代来临 真的 高雄要展现新风貌 为什么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 我们高雄原本是很多的石化厂的一个重镇 现在这些石化厂 就连台塑 这个石化液的龙头 都开始要卡到半导体的产业 生产这个特殊化学品 尤其是在把高雄厂 原本他们生产这个化学品的 全部 不是说全部 很多部分 改成是生产特化品 散成什么电子级的义柄醇 这个电子级的义柄醇要干嘛 就是未来 也是要用成洗涤 这个晶原制成的过程当中 所需要的 所以你现在看到 整个高雄封面完全改变 你现在看到包括 你看园武大社工业区 有没有 这是当时 我们就知道 在左下角有一个前镇石化区 当时高雄气爆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从这个前镇石化区的一个除草 它透过地下管线 要把这个丙烯 运到大社园区里面的 那个融化 它的生产的除草里面 结果没有想到过程 然后就开始气爆 就是气爆的问题 之后让人家发现 整个高雄最重要的精华区 地底下竟然有800公里的石化管线 多达七十几条 所以那时候 陈局跟后来的一些 就开始决定说 我们要让石化业 测出所谓的这个中心区 要往旁边 所以后来你没有发现 它有一个洲际石化的这个除草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有一个洲际石化码头 对 所以现在就是有整个高雄要进行三个部分的大挪营 第一个大挪营就是原本属于前镇石化除草区 现在要在今年年底前把它往南 就是在洲际石化码头这个部分的除草区 把它全部都移过来 据说好像有300个除草区要移过来 第二个部分要哪里移 就是大陵埔 大陵埔这部分要进行相关的千春 而且在大陵埔外面 弄一个填海造路 大概有一个两三百公顷的一个面积 要干嘛 就是把第三个 也就是大社工业园区 原本的石化厂这边 全部都把它挪过来 挪到这边 那你说挪过来 空出来要干嘛 就是要迎接财神爷 就是要迎接台积电 迎接这一些半导体厂商 所以你就发现 整个AI世代来临 连我们台湾原本 最是重工业的高雄 以前都是被钢铁厂 就是几根烟囱 还有包括石化厂 全部都地底下 全部都跟迷宫一样的管线 现在全部都要撤离 因为整个高雄 要搭上AI时代 迎贵客 迎这些NVIDIA 跟这一些AMD 所有的这些厂商 希望他们来这边加码投资 而且之前不是讲说 我在这个所谓的 高雄这个地方我要设厂 本来讲说 他要设这个所谓的 二十几奈米的 下面二奈米 二奈米现在一厂不够 还要设第二厂 是他所设厂的地方 就是在原本的 中油高雄炼油厂 那原本高雄炼油厂 你会发现 我跟你讲 这是其实过往 我们整个高雄地底下 有这些管线 其实这个管线 现在也是一个 为什么这个半导体厂 很适合在高雄这边 设厂的一个主要原因 因为它有很多的管线 现在有一些部分经过整个精华区的是拆掉 但是它是沿着外面这一区进行新的管线 那其实现在石化 有一些石化厂 包括国桥 他们就有一点不高兴 他就说 哎呀 我们现在石化厂 人为严亲 我们这些都要被强 也不是强制 就是被要求 希望我们把旧的厂拆掉 要我们搬去很远的地方 然后盖这个地方 你要知道 我们比如说以我国桥来讲 我原本在大设好好的 你要叫我拆掉 要把我赶去海边 那你知道我要多花一百亿 那我要多花一百亿 而且要花十年时间 但是它讲没有用 因为人家金光闪闪的 人家这些其他的半导体厂商 把地给我绕出来 就是要给我绕出来 而且整个高雄人 他们也有发现 本来高雄有人什么大林埔那边要牵村 有些人不愿意不愿意 干嘛要抗议 就现在发现 抗议不条只剩一条 因为什么 因为大家发现说 现在其实不错 我们牵村 那这个整个高雄 变成是有这些高科技产业进来 然后那些 比较让人家认为石化产业 往海边走 那没不好啊 所以慢慢的慢慢的 所以本来石化被认为 是高雄的一个毒瘤 第一个是你底下有管线 可能气泡 第二个是你有排烟排这些污染 现在它会彻头彻尾的改变了吗 全部都彻头彻尾的改变 而且我要讲一个重点 大家想说 为什么要把这个 就是把这些厂区 移到就是海边 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因为会有港口 靠港口 我们都知道 台积电现在不是在日本 雄本厂这边有设厂吗 亚历山大厂这边设厂吗 现在未来整个高雄 这个除草这边弄好 高雄港的这个出口 这边弄好之后 可以让长春 他们所生产的这一些特化品 也可以从我们高雄港 这边出去 直接可能就运到了日本 或者是运到了亚历山大厂 这样也某一种程度上 解决外移或者是要到 那边设厂的一个问题 好 这位武道 刚才讲你讲到这个 现在电脑展 大家就注意到什么 这在拉斯维加斯的 每年这个所谓的消费电子战 要么现在的中国的广交所 这个展览也越搞越大 这本来都以为说 台北的电脑展 虽然历史悠久 可是我们越来越边陲 可是黄志芳这次讲说没有用 没有 我们光协调这一次的台北电脑展 光协调时段 我已经伤脑 已经伤了一年 表示一年前 大家就要跟你要求黄金时段 有这么热门吗 不 今天因为AI的关系 因为半导体的关系 这个已经变成了全世界的焦点 那这个电脑展这一次 帮了台湾一个大忙大忙 因为讲简单一点 因为刚好电脑展碰到什么 碰到520旧词 520旧词碰到什么东西 碰到中共围台 中共花了一大堆钱 花了好几支钞票 一大堆的船舰 要把台湾整个包围 所以这三件事情凑在一堆 你知道变成什么事 变成不要 美国的主要新闻 美国的新闻到今天还在报导 还在讲 Bloomberg的新闻怎么写 Fox新闻怎么写 还在写说 China invaded Taiwan 入侵台湾 Fox新闻现在全天在做这个东西 所以你看川普也跟进 不是跟进了吗 现在美国这个礼拜以来 全部在谈 然后电脑展救台湾一命 怎么讲 一般来讲的话 老共想说我弄个来包围你一下 下你 股票都跌了 然后你在后亚囊 有钱人跑光光对不对 现在不是 全世界有钱人跑台湾来了 全都来了 全都来了 没人了他 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这个电脑展帮了台湾 展现在台湾一个在工业 在科技上 在产业上的实力 这个是等于说 当然台湾本身就是已经具有的 具有的力量 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部分 然后第二部分来讲的话 刚刚讲的很关键 就是美国这个礼拜的 我现在讲的不是专业新闻 是坊间新闻 Fox News的 Fox电视新闻 在谈这个东西 PBS在谈台湾 在谈台湾两个问题 人家就一直问 为什么老共打台湾 美国为什么救台湾 就问他在谈这个中美台三边关系 在谈第一个问题 这个台湾有半导体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AI半导体 都从这来的 还不是这个问题 是上一次美国在发生疫情的时候 他所有的买车子的 买很多家电的 因为没有半导体 大家排队代工 你记不记得 考了好几个月 买不到电器品 买不到车子 为什么 因为台湾的半导体出不来 停工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们知道台湾半导体 对他们太重要了 那人家就问第二个问题 那可是 主要是因为有半导体 所以美国人一定要保护台湾 另外第二个问题 什么东西 美国专家接受一个Fox 一个PBS的一个主播来问他 他说还有一个问题 他说因为 如果台湾 如果说台湾这个位置 就刚好就是赖兴德讲的 台湾这个位置 第一岛列中心 如果控制住台湾的话 就控制住东亚 所以美国人 不能把台湾丢掉 美国过去对于台湾 他到底要不要切入 一直采取的所谓的战略谋 我不让你知道说 我到底真的中共犯态 我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昨天不是讲吗 已经有人在国会山庄讲说 如果你今天胆敢侵犯台湾 就等于对美国宣战 而今天川普讲的更白就是 如果今天中国竟然胆敢侵犯台湾的话 他干嘛 我要用飞机去炸北京 对川普讲两个地方 他说莫斯科敢侵犯乌克兰的话 那北京敢侵犯台湾的话 他去炸莫斯科也要炸北京 其实两个都讲 那什么意思呢 其实他在做一个威吓的一个动作 威吓 就要求 就叫中国跟俄罗斯 你千万不要动手 那为什么会这么讲呢 其实他也是在召拜登你知道吗 因为你知道拜登上台之后 到现在为止到处都是战火 他都一直在讲说 我如果在任的时候 其实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 所以他现在用这种方式 但是其实中国害怕川普吗 还真的害怕 为什么呢 中国真的怕他 因为川普就是小孝你知道吗 就是不晓得他到底会不会做 最怕无天流 对就是 川普什么都会干的 不怕这种神经 不知道到底是 不能说 他到底会不会做这件事情 那现在川普就是给你呛响 但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川普非常重视台湾 川普非常重视 这个地方的一个战略价值 你看黄仁迅到台湾来 代表什么意思 第一个 美国真的晶片做不出来 美国那边真的来讲的话 他真的是要有求于台湾 所以今天台湾的战略价值 那么重要 对川普来讲的话 开玩笑 我今天下个世代是个AI世代 我下个世代是个军用 也是要用AI世代 今天如果说台湾被炸了 台湾被侵犯了 台湾被中国夺军了 川普受得了吗 所以川普现在对台湾的感觉 跟他之前第一任上任不一样 以前他跟他的幕僚讲 中国像桌子这么大 而台湾是什么 台湾只是我原子笔的笔尖这么大 怎么笔 现在不一样了 这个笔尖 会直接要了美国的命的 而且甚至还是颠倒过来的 等于说台湾来讲的话 真的是他所要 你想想看 之前大家都在担心一件事情 川普在骂台积电说抢了美国的工作不是吗 但是现在来讲的话 他也知道说 其实美国也搞不出一个台积电出来 美国也搞不出什么美积电出来 现在还是有求于台湾 所以他为什么要讲出这个话 这代表说在这个中间的这个政策立场 他必须跟拜登来讲的话一绝高下 什么叫跟拜登一绝高下 就是说拜登你软弱 你有可能哦 在你的任内当中台海会发生战事 但是我川普保证我上来之后 绝对不会发生战事 这我就放狠话 我绝对去炸北京 那他有什么炸北京 就像他跟习近平喝咖啡的时候 讲说57克战斧飞弹 去炸叙利亚的概念是一样 而且他也可能会突扑起来 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其实北京也会非常害怕 为什么呢 因为他如果真的炸北京的话 你觉得北京会磨磨鼻子吞下去 还是会跟美国打呢 跟美国打 那跟美国打的话 那不是线路这样的 中国自己会倒退50年吗 所以其实来讲的话 川普他除了威吓北京之外 其实现在也要要求 北京自己垫垫金粮 到底你有没有办法 跟美国打一仗 欢迎各位观众的许可 我们最近特别谈的是 美国国王部的部长办公室 中国科的前科长包什可 他投书到了国会山庄报 国会山庄报 特别把他给看出来 你们特别提到说 他强烈的建议说 如果中国胆敢侵犯台湾 那就代表你是对美国的一个宣战 我们最近也谈到的是 现在在美国要求这种战略清晰 就是直接警告中国 你不要起举妄动 你如果起举妄动的话 美国一定会介入 就没有想到 川普居然在他一个支持者的 募款三会里面直接讲 他说 如果中国胆敢入侵台湾的话 他干嘛 会派轰炸局去炸北京 而且你讲说 现在如果美国真的去炸北京 对中国进行任何轰炸的时候 中国竟然没有任何的抵抗能力 对 没错 抱歉 事实上过去一段时间来说话 拜登已经连续讲了四次就说我会保护台湾 但是川普从来没有说过 他在他总统任内之后 他就说我要保持这个模糊 我不告诉你 可是他在最近期的时候 他在一场募款的活动中间 因为他是对了他的金主们说的 他说什么 他说如果在我的任期之内 如果中国敢入侵台湾的时候 我就会用轰炸机去轰北京 他用轰炸机 我会把它轰掉 就会把北京炸掉 这样一个状态 当然他还提到了这个俄罗斯 同时他说我也会把这个莫斯科炸掉 所以看起来的话 他的态度是相当强硬 讲这么凶 对 可是之前他在接受电视访问的时候 那个记者曾经问他说 如果今天中国胆敢侵犯台湾的话 你会做什么动作 他说我不会告诉你 我真正答案不会告诉你 因为我这中间有一些空间 结果没有想到对他的支枕的时候 他直接讲 他要轰炸北京 对所以你看 他说这个报道里面说 他的姿势都吓一跳 因为他过去不是这样的态度 那他为什么会转变成这样的态度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美国 两党都同样知道 台湾绝对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不能够让中国夺走 我们大师让 你说现在对他们来讲 台湾跟中 台湾跟美国已经绑得越来越紧 对好 那为什么川普在这个时候 180度的大转弯呢 我跟大家讲一个状况 因为川普呢 他最重是什么东西 大家知道吗 他最重是美国的股市 在他任内的时候 他在他的ex Twitter上面来说 讲了一百多次美股创新高 所以他很知道 美国的经济命脉在什么地方 现在美国经济命脉在哪里 AI 对呀 所以他AI不见了 所以他现在知道了 他现在完全知道 目前的格局跟过去 是完全不一样 而且他讲说 他会轰炸北京这件事情 抱歉 到底做不做得到 我可能跟他说 如果以现在的这个美国的 军事条件轰炸北京来说话 北京搞不好是毫无招架之力 可是北京不是有很多防空系统吗 他不是有红旗球 而且他有萨姆300 萨姆400吗 对 抱歉 目前为止 我们会证明说 这几天我们不是在讲吗 他的萨姆300 萨姆400 在乌克兰战场上面来说话 被乌克兰完全用这个 所谓陆军的这个战术飞弹 就直接把你机会 完全没有任何的抵抗 就把你打掉 目前为止 这红旗系列也是一样 巴基斯坦 抱怨说 你红旗事业根本就没有启动 所以他的主要防空的武器 红旗系列 还有这个萨姆300 萨姆400 完全都针对美国的飞弹 搞不好说 一点作用都没有 你说现在 他的陆军战术费的ATSM 在这个拿到了 乌克兰手上的时候 他已经进行了 很多波的攻击 很多波的攻击的时候 这个当地 都有萨姆300 萨姆400 作为防空之后 结果没有一个拦得住 而且他有一个时间 连续发了六枚的ATSM 竟然没有一枚被拦住 而且全部命中目标 对 而且你知道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美国也把这个F22派过来 F22派过来 什么意思呢 我有能力进去中国的 你完全都不知道 也就是说他现在为止 他美国都做了非常多演练 所以美国 这个川普说这样一句话 因为他也当过美国的总统 他当然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他们绝对 不是在开玩笑 川普第一次表达 如果中国要入侵台湾的时候 我会把北京炸掉 而且现在 不但是刚刚讲 你川普讲话 不但是美国的 所谓的国防部部长办公室 前中国科科长表达说 你敢入侵台湾 或者侵犯台湾 你就等同于对美国宣战 现在包括什么 包括第七舰队的退役上校了 包括现在所有的 刚刚讲海军陆战队的 高级前报官 包括他们现在过去的 亚太助理国务卿 全部都表达共同的想法 也就是不准 中国轻举妄动 对 事实上你从川普的说法 是他要吓阻你之外 现在美国的军队都说 北京须明白 我们不是在开玩笑 也就是说 他要让北京知道 我们不是在开玩笑 这个军方的立场是这样 美国是完真的 对 美国的政界立场 似乎也是这样 尤其是这个退役的海军上校 他说什么 这一次的环台军演的话 他认为中国的环台军演是在测试 台湾 日本还有美国的红线在哪里 那我们也必须给他回应 他就说我们要怎么说 北京方面必须知道我们不是在开玩笑 要明白我们不会允许中国侵犯台湾 而不付出重大的代价 因此他说他的建议是 我们目前要两艘航空母舰 要挪到换日线以西 在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内 至少两个航空母舰群 在海上运作 就是常年的 因为我们知道事实上 目前为止来说话 这个他美国并没有 那么多航空母舰群 在西太平洋上面走 他说至少要有两个 所以在西太平洋 要有两艘常备的航空母舰群役 好 第二个是什么 他说美国呢 要美国总统在国内要发动 这个军事动员 就演练军事动员 军事动员什么呢 我们在第一个时间 能够很快的这个 对美国还有亚洲的武装 这个侵犯美国跟亚洲的国家武装 要发动攻击 那紧接第三个是说 我们现在要锁定 开始检讨 要锁定中国大陆的一些关键目标 就直接要打之后 我们就直接吵那个目标 等下打下去了 所以川普说 我要轰炸北京 就没有想到第七舰队的前情报官 居然讲 我要把中国大陆本土的关键目标 给锁定住 尤其是他要跟他的盟友一起这样做 那一起这样做的话 那当然就是这样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 他说另外一个这个 这个也是专家说 这个如果如果这样 如果中国跟我们开火的话 真的那意味就是全面开战的事 就是如果中国对台湾发动攻击的时候 就是全面开战 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 美国军方的说法都是 你敢入侵台湾 或是你敢动台湾的时候 就是对美国的全面开战 而且这个美国海军陆战队 前高级情报官三部他这么讲 他说如果你真的胆敢犯台的话 美国怎么办 美国可以从北部的日本介入 从南部的菲律宾介入 也可以从台湾的东部介入 对所以美国都已经有相关的 这个演练跟相关的设想 好那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不是讲到吗 为什么这个中国会 这个所谓川普说轰炸中国 是可以做得到 我们就给大家讲 上次最近 这是还是中国的网站报道的 也就是中国腾讯新闻 他们想 他们打了六发的拦截弹 全部打空 上不滋板 还被打穿 他们讲说我花了这么多钱 我去买SAM300 买SAM400 SAM400 号称是 现在全世界最好的防空系统 可是你碰到了美国的ATSEM 你英雄无用武之地 对好 为什么中国会非常重视这个消息 这是中国媒体发出来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保健网事实上 他买这个SAM400的时候 他们当时是 这个中国 印度还有土耳其 三个国家都跟这个俄罗斯买 就让中国赤支30亿美金 购入单价高达5亿左右 他其实是比较贵的 那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状况来说 他后来还买了非常多 所以买进来之后 结果没想到 我们中国现在的防空主力 是SAM300 SAM400 还有他们自己的红旗酒 他们的当然SAM300 SAM400 是目前为止 看起来是比中国好 结果没想到 这一次在整个 俄务战场上面来说 他们就说 这个太夸张了吧 他说我们 这个原本来是说 俄罗 这个乌克兰说 我们打爆这个 俄罗斯的 这个SAM300 SAM400 这是放出来的消息 结果后来现在呢 就说什么 这个俄罗斯说 没致敬事 结果没想到 乌克兰再把画面 丢出来给你看 他的丢出来 给你看就是这样 你看 这边有他们的 这个三组的 SAM400的导弹车这些 结果没多久之后 这些都完全不错 全被打掉 对 打掉 而且在被打掉的 同时之间来说话 SAM300 SAM400 是有发射上去的 对 他的确是有侦测到 你有ATSAM的 发射上去 但是完全落空 没有打到 你说这些拦截飞弹 全部挡不到ATSAM 完全打不到 六美完全打不到之后 就后来两颗的ATSAM400 就直接把他打掉了 所以就说 我来的时候 你发了很多颗 发了很多颗都是空爆弹 结果最后我两颗 就直接把你干掉 所以等于是 中国看到这个画面之后 完全傻眼 这是我们的主力 而且ATSAM400 并不是美国 现在最强的飞弹 最大事上 对中国来说的话 他真的是完全看到这个 完全是心惊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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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ATSAM的弹头 他可以做各种不同的组装 这种不同的组装 现在用在乌克兰的战场里面 他居然里面 这里面 这个是他的弹头 里面就有950个M74的极速弹 对 没错 因为他是所谓的战术飞弹来说 他可以在里面装不同的 这个火药 或者装不同的飞弹 变成不同的形式 你看他们这里面来说 他给装了这个M74的 这个极速弹在这里面之后 他们怎么做呢 他们就发射上去之后 这是怎样 这些所谓被标定的 都是很多的士兵 很多的相关的人员 相关的人员之后 结果没想到 他就来了一颗这个 ATA CMS的时候 就直接打到这边 打到这边的时候 把简单打到这边的时候 这些极速弹完全都弹出去了 弹出去了之后 你看当时的时候 你看乌烟瘴气 这样烟就起来了 烟起来之后 很多士兵就当场 可能就被干掉了一个状况 也就是我们以前觉得 你这个飞弹 一个飞弹是一个点的攻击 可是没想到 他是整个面 整个面全部起火了 对 你看整个面这样起火 他还可以分成三 他连续打三颗之后 你看这个整个面整个面起火 就是说我标定这些人之后 就直接把你干掉 所以等于是 没多久之后 这个钢铁羽就把这些人 完全几乎是见面 由钢铁羽来形容 因为他里面有 那么多的这个极速弹 就这样 就直接把那些人 完全都干掉 所以这就是美国 目前为止的ATA CMS 他证明 他在乌克兰的这个厉害之外 他还证明了就是 萨姆300 萨姆400 根本是毫无用处之地 而且这我们讲的 他现在已经派了 18家以上的F22 这个在美国来讲 我绝对不会外销的 这个对美国来讲 非常珍贵的 我们这里也介绍了 现在F22的性能 非常非常的强 就现在更清楚了 现在最新的数字 一架的F22 竟然可以把 144架的F15 F16 F18 都不是他的对手 报警 事实上这是美国 在做一个红旗军演 红旗军演就表示说 红方就是中国方 有非常多飞机 然后跟我们F22 做个对抗 那这里面来说的话 有这个F16 来跟我互相对抗 那游戏规则是这样子的 我锁定击落你之后 你就要被退出 但如果你假设 你击落我这个 我这个F22的话 我也是退出 就这样挂掉 就你知道他们 互相这样战 互相这样战的结果 是多少了吗 他们是36比1 就是一辆这个F22 可以击垮 36辆以上的F16 最大的他们是这样 他就是红旗久以来 这个军演 F22最佳的这个表现 那为什么会有所谓的 这个一架换144架 就是说我里面能够搭载的武器 足以摧毁这么多 144架F15 F16跟F18 所以等于是说 你看我在这个Dogfire里面来说的话 我1比36对F16 而且我一架 我有这么多的 可以摧毁144架 这么多飞机的武器 所以人家才说什么 他是轰炸机 跟轰炸机有什么两样 另外一个 他最近不是在 把他的涂装改变吗 然后雷达转换之后 又可以变成是迷你预警机 这两个加起来的话 你说中国看到这个飞机 他不下单才怪啊 而且他里面有个非常精彩的描述是 他一架的F22A 是被三架F16给纠缠 是在禁军里打 打Dogfire 打Dogfire的时候 我们知道 全世界回转半径 等于说最能够打残斗战的 就是F16 他竟然1比3的时候 就把两架给干掉 两架干掉的时候 在第三架的时候 他们两个是同时发射 判定同时阵亡 对 事实上这个里面来说 为什么会有这样 为什么会1比36 因为宝杰 F22的攻击武力太大 所以他在远距离 就已经把你干掉 那如果真的打到最后 是要近距离的时候 他1对3 1对3台F16 他是先干掉两台之后 还有一台 我看到 我也看到 两个互相瞄准的时候 他们说因为两个差距不大 所以是判断互相击落 所以知道 在近距离 他可以1打3 你就知道 F16已经这么厉害 那你远距离的能力 又这么强 你就知道这个F22 来到东亚 绝对不是开玩笑的一件事情 你曾经讲过说 现在美中之间 美中台之间 它是一个现在进行事 而这个现在进行事 会随着 越接近 美国总统大选 你说现在拜登跟川普 两个人都会 用力地踩油门 而且两个人都会 对中国施予最大的压力 没有想到 今天川普居然讲 你敢敢侵犯台湾 他连 我要轰炸北京都讲出来了 所以你可以预料到 再过一个礼拜或是两三天 拜登会讲什么怪话 你也不知道 对不对 拜登一定会比 跟川普比狠 然后拜登可能他有行政权 他有力量展现出来 比较够力或比较勇敢的地方 但是在这个 这次的美国大选当中 这个台湾的议题 绝对是美中之间的争执的重中之重 有这么重要吗 这个当然太重要了 美国就问一个问题了 那如果要打台湾的话 他们一定要出手 那如何来避免这个事情 或如何战胜 如何胜利中共 如何胜利中共 那个方法是什么方法 他们普遍 我最近看到一个 就是我最近看到一个 那个Fox新闻的一个 很重要采访 这个军事专家怎么讲呢 他说要耐心的等待 等待中国的财政崩溃 这个有意思 这个很精准的讲法 就是你不要出手 你要用极大的威吓力 deterrence来吓他 就是阻吓他的 阻吓中国动手 然后耐心等待 然后中国的财政自然会崩溃 他会崩溃吗 目前情况很困难 看中国的财政 已经进入所谓的中等阶级陷阱 整个国家现在产量过剩 产量过剩 他目前来讲的话 他的国进民退的 这个政策来讲的话 面临到极大的挑战 你看他目前来讲的话 习近平已经在 最近七月份 要展开所谓的三中 三中全会 那三中全会的时候 主题是什么 就是救财政 换言之讲 救财政跟维系 习近平政权这两件事情 是互为因果的一个重要性 那过去没有那么重要 过去毛泽东 在搞文化革命的时候 哪里管财政 二死三百万人无所谓 那习近平面临到财政的挑战 这是过去的共产党的政权 没有碰到过的一个困难 所以美国人的建议是这个建议 当然问他一个问题 如果他真的占领台湾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会怎样 如果解放军占领台湾的话 他认为在一到两天之内 台湾失守 给他占领的话 占领 先讲清楚 换言之讲 绝对不能让解放军占领台湾 一定要在不对称的战术上面 能够要能够 让他上不了岸 让他上不了岸 让他上岸的时候 这个仗就不要打了 所以不是所谓那些 前面那些人讲的那些 什么要打相战 阻死战 接头打仗 那个算了 那个不要搞了 所以不能让他登陆 他登陆成功 美军完全没有能力 介入这个空间 所以现在我们把这几个 累积起来看的话 最理想美军现在的想法上 就是说维持极大的威吓的力量 然后耐心的等待 然后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财政崩溃 按照武总刚才讲的 现在美国打的最大的如意算盘 是等中国的经济崩溃 中国真的有可能崩溃吗 而且刚才吴董不是讲到吗 事实上这一次的三中权威里面 习近平已经定调 他最终应该就是跟经济相关 那过去习近平很少讲这个 你知道过去经济是谁负责 是总理负责 所以他现在不是让这个李强负责 是他自己要来 所以那可见这个问题来说 他自己也意识到了 所以那是李强扛不住的 扛不住 你根本没办法处理 由我习近平亲自来部署了 好 那当然对中国来说 最近有两个消息 可能让大家觉得说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第一个是 我们知道中国的第一大的财富管理 宗旨已经挂掉了 现在第三大 他叫做海银财富 海银财富它是第三大 它目前为止来说 管理约末有465支的理财商品 就约末是大概 它的规模是700亿人民币 折合新来币是3200亿 结果我们现在这些 完全钱都不见了 钱不见了 而且现在被爆出什么呢 你这465支理财商品 没有一支是合法的 你是第三大的财富管理公司 你现在3200亿的血汗钱 就这样的凭空消失了 而且你当初根本是理财商品 都没有征过合法的申请 你怎么会这样 所以现在等于是 那这一次 这个习近平他就有说了 他都监管那些单位的时候 要拿出什么 找牙出来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 是真的非常大 连中国第三大的财富公司 都会出现这样 它会有金融风暴吗 目前为止来说 如果越来越多这样的情形来说 恐怕对中国的金融体系影响非常大 因为他们这种理财商品 大部分都是投资 所谓的这个所谓 包括说房地产 所以现在房地产还没有起来 那第二件事是什么呢 最近中国有一个这个资产 是277亿台币左右的公司 他员工有上千人 就没有员工 电子公司 他要去工作的时候 没想到 不好意思 今天已经不用工作了 你不是说 不用工作 不是叫你回去吃自己 没有 我们公司已经倒闭 因为老板不知去向 然后钱都不见 公司倒闭 就倒闭 就瞬间就倒闭 他不是小公司 他277亿的这个资产 你就是要事实上 这个对他们来讲话 只不会浮现这样的状况 你看公告就直接说 由于进行公司 在来相关的梳理工作 所有员工无必要 不要进入公司的园区 谢谢大家的配合 事实上 就是叫你不用来了 所以这家公司叫吉木科技 吉木科技底下 有十多家的子公司 就一戏之间 老板跑路了 对 他就是这样 他们就说 到那个老板 他们家的这个 他们的别墅去 因为他们想说 老板有别墅 我知道他家在哪里 就不想 他家已经搬空空了 不只搬空空 上面只有一张 这个A4的纸 还有一个这个随身碟 然后这个纸上就说 我因为无法投资 这个付这个投资人的钱 六十二亿 所以我之后 老跑浪杠 就这样一个状况 老板跑 对 然后后来就只有 这个公司 你要去上班的时候 就贴出这样一个公告 所以告诉你说 事实上中国 目前为止来说话 他的经济 恐怕还在一个 震荡打底的可能性 你说他要回升吗 我觉得难度是相当相当大 好 另外就是 美国现在不是公布了 所谓的国防授权法 国防授权法 他们居然要创建 一个无人机的军队 更夸张他们讲 必要的时候 我要干嘛 我要把中国的原油 给你切断掉 对 这是下一年度 就是2025年 下一年度的财政 财政年度的 这个国防授权法 不过现在已经公布了 相关的内容 里面提到一点 就是说美国准备要建构 所谓的无人军团 无人机的军团 要干嘛呢 就是准备对付 中国的人海战术 因为他知道说 中国你这船建造越越多 数量越越大 那现在美国怎么因应它呢 他们已经想出这个方法 而且编列预算 明年的预算 高达8800多亿美元 所以这是美国 他们现在要建构的 同时间呢 另外他们也想到一件事情 准备把中国的原油 把它切断 大家也知道说 它的什么 有一个马六甲困境不是吗 70%左右的中国原油 都从马六甲过来的 现在除了这个马六甲 前后把它切断之外 另外它同时也要动用到 东亚地区的所有的门邦 包含日本菲律宾等等 这些国家甚至澳洲 把在东海台海 以及南海的所有的 全部运往中国的 所有的相关原油路线 全部切断 也就是中国在这次的军演里面 也就是说联合立舰2024A 它其实是一个封锁包围台湾 你要封锁包围台湾 现在美国反而是要把你的 原油路线整个切掉 对 它看到这一次联合立舰 2024A 然后它相信说 未来有B等等之类的 所以它现在这A是 看起来就是想要中国 入侵台湾的这种可能性 而且要封锁台湾的可能性 所以现在美国也在思考说 我怎么让中国动不了手 那动不了手的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中国它如果要动用 跨海战术来讲的话 必须要什么 要动用到 它都算出来了 动用到100万辆的汽车 2100架飞机 8000多艘的船舶 来运送这个部队 另外还有 550到700艘的后勤船 还有登陆舰 运输机等等之类的 将近有5600万吨的石油 必须要来采用 那现在来讲的话 美国就准备运用这种 所谓的海上的战术 把你所有的相关东西把它封掉 你就让三军未发 粮草先行 原来你打台湾 你需要这么多的火车 需要这么多的汽车 需要这么多的飞机 更重要的是 你这些火车飞机要动 你需要5600万吨的石油 我把你的石油给卡住了 你就动不了了 是的 所以现在你知道 印太司令这个新的帕帕罗 他讲到一件事情 他说这一次的演习 他们都看到了 他们看到的时候就知道说 我们怎么来跟同盟 门帮之间来共同来应对中国 在冲突当中来获胜 所以就是他们准备 要下手的一个最主要的方向 同时间今天日本日经新闻 记者也提出来一件事情 就是说其实台湾的战略价值 在二战之后 其实就显现出来了 他说这张图 你知道这张图是什么 是时代杂志 当年在1950年代的时候 就把台湾 你看上面写着FOMOSA 就视为所谓的太平洋之药 就是太平洋的药石 重点就是在台湾 其实中美之间的重心 就在台湾这个地方 而不是在朝鲜半岛 导播我们看 这张地图 这是第一岛链 中间的钥匙放在台湾 就台湾变成了一座一个钥匙 FOMOSA 这是1950年的地图 是 他说到现在为止 完全没有改变 这个战略价值也没有改变 不管是美国 现在讲说重返亚太 然后现在讲说 所谓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 都是以台湾为核心 但是他说当年毛泽东选错了 毛泽东选到朝鲜半岛 跟美军在那边打了一仗 所以造成中国将近有100万的军队的死亡 那现在来讲的话 习近平会不会在2027的时候 以台湾作为核心来进行渡海战争 所以大家都等着看 你刚才就讲说 现在为什么川普的话 讲得越来越重 现在美国为什么觉得 我要战略清晰 现在美国已经讲 现在台湾已经不是被动 是第一岛链的中心 他已经不是说 我控制第一岛链 让你中国不能出海 这个保护台湾美国的安全 是现在美国要发展 你必须要走进AA的世代 你要走进AA的世代 你就必须要有台湾 现在这个事实 现在连美国所有的总统 都不能忽视了 对 没错 我们讲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像这个目前为止来说 这一次的Computex 除了黄仁勋要来之外 你看Intel的执行长 苏之锋也要来 然后这个超委执行长 高通 安某 美超委 这些可以说是全世界 非常重要的这个AI的供应量 全部都要来台湾 而且他们是这样 我们这一次的 所谓Computex 主办者是黄志芳 他说我现在好困扰 因为大家都想要抢第一个 那抢第一个怎么办 我就让他们分开错开就好了 这个第一个 因为黄仁勋他是抢先 因为原本第一个 Computex的这个展览 第一个会场演讲来说 是由苏之锋抢下 那因为这样 苏之锋抢下了 他很早就讲了 就没想到这样子 因为这样关系 我这个黄仁勋 我就在 前一天 我就在台大演讲 然后紧接下来的话 下午的时候 高通就要演讲 大家都卡得非常出 然后隔一天来说 是Intel演讲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 卡来卡去 NVIDIA AMD 这个所谓的高通 大家都在卡 而且你知道 事实上这一次来说的话 对黄仁勋来讲 你想说他为什么 那么早就来台湾 我跟他讲 他事实上这一次 他是准备要怎么样 殲灭AMD 为什么要殲灭AMD 我跟他讲 殲灭AMD 对为什么 我们知道事实上 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 这个辉打主要产品 你是H100跟H200 对不对 这两个晶片 问题是 他有下一代 叫做GB200 就是还有B200系列 100跟200 那目前 他们之前推出 H100跟H200的时候 苏之锋就对出一个 MI300X的这个晶片 他说我们可以赢他 但是呢 后来这个黄仁勋 又推出了GB系列 说我又可以赢你 所以他这次来怎样 他这次来是要 要求供应链 你不要用这个了 我要全部升级到 GB200了 GB200 B200 那我就要比你的 MI300厉害 那你这个就变成是废铁 所以等于是说 他这次来 他是要用这样的方式 所以我一定要 比你苏之锋 早一天演说 所以我就要来 所以为什么 你看他找台积电 找这个AMD 找这个所谓光达 就叫 我们现在 你台积电能生产多少 GB200 能够快一点的话 全部都来 我要赶快 尽快上线 有人讲 黄仁勋跟苏之锋 两个有亲戚关系 两个有亲戚关系 就有在商产上 杀得你死我活 人家他去年是全美国 最受欢迎的习游 可是他自己说 根本很难 人家很难跟我共事 因为我要求完美 我要的就是这个样子 他是个非常强硬的人 你觉得他好像 看起来是很nice 没有 他是很强硬的 不是 会这样跟他拍照 他都跟他拍照了 那是跟你拍照 没有问题 但是在商场上面来说 他是绝对把你宰得痛不如 你说他当一个老板 当一个主管 是非常凶狠的 非常凶 他对属下来说 要求都非常非常严格 那他小时候 他小时候不是到美国去念书吗 他小时候到美国念书的时候 他们那时候有非常多混混 然后他们是 因为他们是外来的 这个台湾过去的 他们都要去洗厕所 那他混混每天 要找他麻烦 所以他从小就在练身体 你看他其实 身体是蛮精壮的 他有在练身体 你要跟他打架 他不见得会打输你 宝贱 所以他是在一个 被霸凌很凶狠的环境 所以他的个性 其实是很凶狠的 那他这次来的话 他当然就是要把AMD干掉 所以苏之锋当然知道嘛 所以苏之锋要赶快 他也要来台湾 所以他要拼第一场 他要拼头箱 结果没有想到头箱 还有一把箱 对 而且你知道 所以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这些都是 大家在互相争择 那当然英特尔也要来嘛 我理论英特尔目前为止 他根本就已经不是个咖嘛 因为为什么 因为英特尔目前为止 他准备了 现在这个传言中 因为英特尔目前 还是道雄成分股 传言没多久之后 他可能就会被NVIDIA取代 所以来跟你讲 这些其实 我们没有看到 他们为什么要来台湾 他们来台湾的原因 是因为大家彼此在互相争斗 这个争斗舞台 主角现在就在台湾 所以说台湾不是所谓的 地缘政治的战场 台湾也是未来 AI高科技的战场 我只要能够获得台湾的产能 包括说同台机舰的产能的帮助 或者说有灰 有这个所谓广达 有人保 或者有洪海等等的产能帮助 我就可以打败对方 所以这就是现在 你看他们为什么 前铺后继来到台湾 这都是有理由 而且每一个 你看苏之风也是很强悍 他能够在美国 那么多男性的CEO里面 他能够拔尖起来 这个都是非常厉害 所以他们几个 都是很凶狠的人 来到台湾 彼此要互相争夺产能 争夺人才 争夺他们的订单 那只有台湾可以吗 目前为止的确是这样 因为目前为止 AI PC AI手机 或是整个供应链 都在台湾 所以你看谁都要来台湾 苹果 苹果接下来 他要发展这个手机 他要靠谁跟他合作 也要靠台湾跟他合作 所以未来的AI领域里面来说的话 台湾注定就是 那个闪耀的光芒 所以为什么现在川普 会突然180度的大转弯 因为他也常常在看 这个美国的电视台 他应该知道 美国这半年来 如果你只去看CNBC那些频道 他们讲了多少晶片 chip 然后讲了多少NVIDIA NVIDIA黄神区 每天在那边台湾 台湾 无形之中 真的让台湾变成是 美国不能够忽视的角色 所以会在 我们这些外行者看到了 昨天黄仁勋带着这个张忠谋 带着这个林百里 到了这个林下叶子去吃 吃这个点心 就跟他讲 就搞了半天 不是 他是来抢人才 去抢地 去抢产能 原来他永远要比苏之锋快一步 保洁哥 他今天大量军火 什么叫大量向军火 就今天又业一业 所有的公益链 吓死了 那个名单讲出来 你知道电子五哥几乎全到 很可怕你知道吗 包括华硕的施崇堂 包括和硕的童子协 英业达的蔡志安 伟创的林建勋 广达的林百里 广达还有云达科技的杨奇力 中华电信的郭水义 红海的刘洋伟全部今天都到齐 昨天找的是广达跟台积电的张忠谋 今天有特别讲 昨天是林百里做东 今天是他回起 但他这一次把所有的供应店 全部都找来了 所以你知道吗 今天这个餐厅前面 这是他的军火展示 军火展示 这是他的军火库 对 军火库 而且我跟你讲 连这个受访者 等一下 黄瑞勋的保镖这么壮 对 我跟你讲 当然壮啊 如果你有这么快一千亿美金的身价 你会不会早壮一点的 要是我也早壮一点的 真的 你看多少人在这边 每一个他邀请的贵客 都是在经历过这么多媒体的 一个拍摄情况进去 这代表什么意思 外遇的人啦 一定让人就是已经 所有的媒体都见证了 他是他的人 所以你说军火展现 是不是军火展现 当然是军火展现啊 而且包括像云达的总经理 杨其立 他自己受访的时候就说 他说我们这一次 会把我们所有研发两年 这个秘密武器 全部都展示出来 所以我跟你讲 我真的觉得 这个Jason很厉害 你知道我们台湾人就是这样 很多事情就是 吃顿饭来聊嘛 你知道他虽然是美籍 而且美式作风 但是他用这样的方式 一猜一猜一猜 让所有人都见证了 我敢我兄弟吃饭 所以你说 他跟AMD的那个苏之丰 要在PK 光是在声量上 苏之丰就已经被他压着打了 所以你说他厉不厉害 是不是在商场上 就是江本球力啊 看谁的量比较多 谁的价钱比较甜 吃饭有用 当然有用啊 吃一次两次三次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这些大老板 我跟你讲 你平常有那么容易 见到那么多大老板 没有 那这些大老板 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 而且明明知道 Jason请客 每次都一大堆媒体 跟为什么这边还愿意来 因为他是真的是下大单啊 他真的也就是我们AI 整个世代的领航者啊 你要跟对老板 跟对人啊 这就是为什么 今天这些供应商 全部都来到这个现场的原因 那我会觉得 其实现在包括你刚刚讲的 这个五大巨头来 这些所有的目光 大家都被整个这个黄仁勋 给紧紧抓住了眼球 所以呢 这个Computex 根本未言 但胜负已出 玉宝 这个AI到底 我都知道 你看到 现在美军刚刚讲 我要成立一个无人机的战队 不但是无人机的战队 现在各种实验都出来了 对 其实我们在看五二战争 从三个月打到三年 你看到五二战争的时候 最可怕的件事情 是说 你的坦克车 你也过不去 一堆的龙牙 一堆的东西 那现在来讲的话 美军全部弄一个机器 这个机器呢 推出去之后呢 至少20台 无人机直接飞出来 无人机飞出来之后呢 它可以做什么事情 它可以去侦查 它可以AI运算说 你这个龙牙 到底是真龙牙 假龙牙 你这个地雷 它可以去感应 你的这个光学反应 到底是真的地雷 还是假的地雷 弄下去之后呢 它直接帮你扫雷 如果它感应出来 是真的地雷 就把你打掉了 无人机扫雷 对 用无人机扫雷 你过去扫雷的话 你要过去慢慢的摸啊 然后有时候炸到 还是炸到自己的双腿 现在都不用 反正呢 它这个无人机飞过去之后呢 它就可以直接感应 感应到这之后呢 有需要直接把你打掉 而且呢 它这个载具一出去 至少20架无人机 所以呢 它们只要一出动之后呢 它可以快速地去荡平 它接下来要运作的一个攻势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说呢 它就一次把你炸掉了 它就把你一次炸掉 然后呢 弄完之后呢 过去来讲的话 你要弄 然后每次推进一公里 一麦都要非常辛苦 现在不用 反正呢 我确定好 是真的雷 我就把你炸掉 我确定你是假的 假的龙牙 那我们坦克车 就没有后顾之余 直接把它碾压过去 而且这些除雷车 也是无人驾驶 对 也都是无人驾驶 过去来讲的话 你光是除雷的部分 你都要牺牲很多的军力 甚至是士兵的性命 现在都不用 反正我确定好之后呢 我就可以把你弄下去 所以丢爆炸锁的那台车 是无人的 也都是无人的 现在来说的话 你看哦 各式各样的一个障碍 包括你说的这些龙牙 包括你说的地雷 我只要无人机一过去之后呢 我就帮你计算好了 哪些是需要 我出动无人车的 哪些你根本就不用理的 你这龙牙根本就没有 往下压的 我只要坦克车过去 压过去就好了 所以清除之后呢 马上就可以进行进攻 这也就是他们现在来讲的话 用AI来进行打仗 以后物恶战争 大家僵持的状况呢 就不用再发生了 因为现在为什么 美国要大量发展AI 是因为中国也不可以小学 中国现在刚才讲 它的机器狗上面 已经放了自动步枪了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狗像不像是以前 美国厂商运用的狗 可是呢 美国厂商 他们在用的狗呢 对是小型的 现在中国把这个小狗变大狗了 以前那些机器狗呢 大概到了我们正常 男生的一个膝盖 现在已经变成到腰了 然后呢 过去来讲的话 上面用的是摄影机 现在中国狠狠 直接把机枪给弄下去 把这个Rifle给用下去之后呢 以后双方来进行攻势的时候呢 我先派机器狗过去 机器狗过去 感应之后呢 快速扫射 过去来讲的话 你看你人类要扫射的时候 你还要转身 现在不用 360度 就把你扫射过去 那这些东西呢 其实也都是超美国的科技 可是呢 它超得非常的细致 反正有这些AI技术之后呢 一样 他们也是无人机先飞 飞完之后呢 甚至 上面有机枪 对 它也是360度机枪 然后呢 这种四轴的 四轴六轴的无人机 快速的扫荡 就把这战事先给压制住 王玉川在节目里面讲说 我们现在对于小草跟太阳花 还有这个青鸟所有的活动 我们都做了对比 对比了以后 解释的是 1月12号的这个小草 还有5月19号的小草 跟现在在立法院旁边的青鸟 他是不同的人 那大家就非常好奇了 你怎么去做对比的 那现在很多人帮他帮他讲话说 那个反正就是大数据啊 不对 大数据你只能知道 外面的一个轮廓 你没有办法知道说 你没有办法把这个三场 不同的活动 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地点 你进行这个比对 你如果要进行比对的话 你干嘛 你就可能要拿到 你最原始的资料 也就是参加这些活动 所有的所谓的电信号码 也就是你的手机号码 这跟我们在疫情期间 你进到某个管制区域里面 你都会收到简讯 那个内容大概是一样的 现在大家觉得恐怖的是 本来当时是因为 传染病防治法 因为当时台湾非常的紧急 所以我们开了一个后门 让我们的政府部门 可以取得这些个人资料 难道现在 民进党还在使用吗 而且事情严重到什么程度 现在是中华电信出来 我跟王毅川没有任何的接触 没有任何的业务往来 现在远传 现在台湾大哥大 也是表达同样的看法 保罗哥 现在王毅川 网路在这个汪洋当中 想下船 但也没地方下 为什么 因为他所声称的是 不好意思 我的资料都是来自于民间 都是商业 所以这个分两个城市 第一个 中华电信说 我从头到尾 没有跟王毅川先生有接触过 远传电信也说 我跟王毅川没有合作 而且第三方新闻所述 有业务往来 没有 也没有在台湾 大哥大也说 所有都跟王毅川讲 我们跟他没有任何联系 远传讲这个就非常严重 他说我不但是没有跟王毅川 我连任何第三方都没有 也就是我没有针对 1月12号 5月19号 这两场活动 我有提供任何的资料 也就是如果任何人 你说你拿了远传的东西 那代表那是假的 有问题的 同样的 今天中华电信也要去澄清 除了没有跟王毅川之外 有没有第二个委托者 第三个委托者 你针对了1月12号 5月19号 进行调查 如果都没有 商务往来都没有 那王毅川的资料从哪来的 可能就是不知道 天上掉下来的 为什么 而且他们有讲第二件事情 就算中华电信 就算远传 就算台湾大哥大 有提供资料 而那个资料是什么资料 就是去识别化的资料 换言之 我只知道统计的数据 但我不知道来源是什么 可是王毅川讲的不是这样子 王毅川说 我跟你们三大电信拿的 王毅川说什么 说我有RAWDATA 可以去比对 否则你跟我讲对比什么 怎么比对 那没有办法比对 所以王毅川现在讲法 完全都不懂 因为现在尴尬的是 他如果第一时间 跟大家讲说 没啦 过来啦 我就超大 我会不会说的啦 那还可以下车 但不是呢 你讲的这个煞有其事 因为原本主持人 还有问他说 你这个来源 怎么会有这个来源 王毅川说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哦 是基地台讯号打过来的 基地台讯号 所以就是三大电信 就三大电信都否认 然后你又说去比对 结果现在掰不下去 开始讲说 我跟朋友 我跟朋友拿到的 这是朋友所做的 但是你看哦 电信也怎么讲 王毅川所获的资料 我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朋友 神界鬼界还是人界的 都不可能 因为这不是常态 而且今天远川 你看到这边 我再强调一遍 不是只有王毅川 连第三方都没有 所以你说你那个朋友 那个朋友是哪个第三方 没有这个东西 对 所以我现在提供 中华电信也好 台湾大哥也好 你是不是要跟进加码 说对 我们不只没有提供给王毅川 我们也没有提供给第三方 你知道为什么 远传特别聪明要讲说 不能提供给第三方吗 因为你就算提供给第三方 代表有办法对比 就代表你泄露了原始资料 所以远传很聪明嘛 他说这是违法的事情 我怎么可能干得下去 我当然没有啊 所以我现在反问哦 中华电信跟台湾大哥大 是不是也有提供给第三方 或者是你们要否认这件事情 至关重要 因为当你们没否认的时候 没有 所有大哥大 大哥大 全否认了 大家都跳船了 林佳蓉说 王毅川就是王毅川 林佳蓉就是林佳蓉 这句话就是 搞不好在台 说什么生笑 当初王毅川可是林佳蓉的交通局长 而且林佳蓉 在一手提拔上来的 对那林佳蓉 当时为什么会落选 就是因为交通做得很烂嘛 所以你看他还一路 这样不嫌弃他 跟着他手把手的 带着他长大 那这个刘世芳是什么 刘世芳内政部长 就是当时我们在 COVID-19疫情期间 掌管到所有人的行踪 以及电子围离 至关重要的主管机关 他怎么讲 他说我不知道哦 你要去问王毅川哦 这不是我们提供的哦 因为即便我们有做统计 但是也不会像王毅川 那么详细 我们都是有去识别化的 但更狠的在这边 那讲这更不要了 今天刘世芳这样讲 就代表今天很多的侧异 甚至有些手的大学教授 来帮他撇清 撇清说这个是根本就是 大数据 这是一个智慧化的发展 刘世芳自己讲的 我有做这个统计 可是没有像里面没有 攸关个人资料的问题 对所以换言之 为什么远传要跳船 为什么其他人要跳船 因为王毅川的讲法 各位这才是重点 攸关个资的问题 代表你一定要有涉及到 侵犯个资才有办法对比 所以你看柯建民也聪明的很 说你直接去面对司法吧 不要再多讲了 但是各位 有一个人给我们指点了迷惊 这个人叫做谁 叫做蔡明燕 国安局长说 我们可不可以调到这个东西 可以但是国安局要十二道金牌 也就是我们要通过 法律上的程序 我们要通过行政上的流程 而且还有高等法院裁定 我们才可以拿到这个资讯 但他说如果说是民间单位 如果说是民间公司 跟电信业者之间的合作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 因为电信业者 有能耐提供这样的资料 有能耐提供这样的数据 所以万一之问题 如果电信业者真的提供 这个数据 他就违法了 对哦 而且他会涉及到数亿元的球场了 没有错 所以你看中华电信怎么讲 他说我们用大数据 人流分析 这是他们官方的东西 你看他讲说什么 我们可以掌握人流 可以统计 可以人潮分析 但我们少了两个关键字 保的一个少了那两个字 我们可以帮你跟竞争对手 做对比 因为不能对比的 好不好 这个东西 但是结果没想到 彻翼越帮越忙 为什么讲越帮越忙 你看一下 这个农艺女孩 看自己的粉专 建言跟大家讲说 有啊 我们当然有这个东西啊 因为呢 在当时疫情期间 防疫距离 还有包括我们的 早就已经有用过 这套系统了 哦 那真相大白了 各位 为什么 因为疫情期间 保的一个 可不可以用这套系统 可以 当然可以用啊 因为我们疫情期间 包括你在万华 那个时候 是不是 六十万人直接匡列 所有被居家隔离的好朋友 一定都有印象啊 我是不是坐在家里面 然后我想说 我偷偷去便利商店 走个五公尺 没问题吧 结果当你走出门边 靠近便利商店 对对对 你已经脱离我们的警戒办会了 各位请问下这是什么 这就是追踪啊 但很多人都以为说 那时候以为说 是GPS追踪吧 错了 结果发现根本不是 是什么 是三角定位 因为各位 你现在可能不知道 其实你周边都有 非常多的基地台 但你知道这些基地台 有一个作用 它是画一个圆圈的嘛 所以如果有三个基地台的话 保洁哥请问 可以画到什么 变成一个电 所以它其实不是 是直接定位你手机的GPS 它是利用C地台的信号 来做一个三角定位 而在疫情期间 包括万华的人 包括我们那讲 阿公党的人 通通都被这套记录 行踪全程掌握 但如今 如果这套疫情的系统 把它弄在政治上的工坊 会有多可怕 各位这不是我讲的 这是中华电信的人 自己招任的 为什么 因为当时疫情这套系统 就是这个叫做 李承伟的大数据总监 他提供给陈宗燕 陈宗燕是那时候什么 副指挥官 他说 中燕中燕 中燕不指挥官 我这边有他系统 可以帮助你来排解 疫情上障碍 陈宗燕那时候 还开一个会 说非常好 就马上运用 结果没想到这个二百五 保洁哥你看看 他在自己的实务成就里面 第一点写了什么 他说 我建构了台湾 第一套 人工智慧 选情预测系统 我的天啊 中华电信的大数据总监 自己承认说 自己有用选情预测 甚至后来还被什么 被媒体踢爆 在2020年总统大选期间 亲自邀请民进党的高级幕僚 说我提供给你数据热点 这个数据热点是什么 就是我在疫情所使用的 人流定位追踪 来给你做造势场的运用 所以这把火越烧越大 如果属实 不只是中华电信 得面对到非常巨额 可能数以百亿的赔偿 而到底是哪些有关单位 到底是哪些政府部门 哪些政党使用了 通通一个都会跑不掉 好 玉棚 刚才讲 现在王一川最大的问题 不是说 我今天拿着一个 这个所谓的data 这个做检测 他是刚才讲 我是经过对比的 他对比跟这个517的 这些小草的讯号比起来 他是不同的人 而且他从哪里开始 从1月12号开始比 1月12号讲 你1月12号 他还不是政策会中心主任 执行长 那你当时还没有 你怎么会有这个data 那难道这个data 本来就一直在民进党的中央吗 那如果一直在民进党中央 你现在给拿出对比 你不是害死民进党了吗 现在来讲的话 王一川这个政策会执行长 是不是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 然后盒子一看 不是你当了政策会执行长之后 他不是说 我有一些朋友 有一些民间的企业 可是 这样保持跟你讲的 选前之业 你那个时候是谁 你那时候是被抢救的 王一川大兵 你是抢救一川大兵 你是一川大兵 你是被抢救的 你还没有拿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那为什么你现在会有那个资料 是不是 那个时候就做了一份 然后那一份留下来 然后接下来的时候 小草又有一份 然后接下来 青鸟又有一份 你三份东西丢进去 组出来的一个故事 你才有办法 讲这些东西 最可怕的发展就是 刚刚讲 就像他们的侧疑自己讲的 今天在防疫的时间 我就有了 我做完的话 我感受这更强烈 你在万华有个区域里面 你只要经过这个地方 你的手机就会剪到简讯 今天我如果是小草 我是柯文的自治者 我今天跑到柯文的场子里面 我居然就在某一个档案里面 我的电话号码就在这里面了 然后等于说 517档案 519档案 113档案 那我的电话都在里面 那我今天要 我今天524档案 我就把这个电话一对比 你就知道说 你到底是不是同一批人 你到底有没有相关性 这才合理啊 可是如果走到这一步 那你跟中国共产党 有什么不一样 对 在过去以来 大家会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的个人资料 竟然会这么赤裸裸的 只有在集权国家 但是你大家回头 就看王云川讲的这个东西 你跟过去的小草比对 也不是这些人 所以小草也没有跑 他知道小草是谁 对 然后他还说 我们去比对 如果你知道小草是谁 那这个小草会不会 定名做记者吧 那这个小草在任何的单位 你会被点名吗 而且你就想到 为什么之前PTT 有一个交通局的科长 他不过在里面讲了一些话 这个交通局的科长 马上就被点出来了 对 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其实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为什么我们刚才讲的 1月12号 那时候你还只是一个 抢救王云川大兵的一个大兵而已 你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跟你没有关系 可是你说我们有去比对过 我们到底是谁 难道一直以来 这些政治的集会 都有做这些东西 然后都把你点名做记号之后 每一次都会有一份档案 然后你的电话号码就会 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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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里 然后最后来弄出来说 你到底参加过几场 所以这些东西来讲的话 你现在回头来看 为什么三大电信公司 都要发这个声明 那就是因为 知识体大了 这件事情大到 三家公司刚刚讲 中华电信 远传 还有台歌大 全部都要自清了 对 这东西搞下去之后 没法收拾 所以呢 其实你从这些声明里面 你会看出来一个猫腻 中华电信 讲得最RAF 我跟王亦川 没有任何接触 没有任何业务下台 远传呢 直接告诉你了 我跟王亦川没有 跟第三方也没有 然后台歌大也说 这些东西来讲 并不是去识别话 不是把身份证资料拿掉而已 还要把所有的东西 你没办法逆向去追查的 所以呢 对 今天台歌大讲的关键是 我不是把身份证 名字拿掉 而且我要有办法 我要让他没有办法 从资料 反推用户 为什么会这样子 就算王亦川在电视上面 可能不小心讲了真心话之后 又有其他的车医 又有其他的教授 资安专家 跑出来为他辩解 可是一辩解 你就是越讲越糟糕 越帮越倒忙 所以呢 大家来讲说 这些东西远传 是民间的企业 台湾大哥大 是民间的企业 我当然要直接 把这个话给堵死 而且他们都是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 如果牵扯到这里面 刚刚讲吴董所说的 那会牵扯到庞大的诉讼 牵扯到庞大的诉讼 那对他们的股票 对他们的公司 会造成无可弥补的伤害 这个弄下去之后 传体诉讼下去的话 都是几亿 几十亿 几百亿的一个求偿金额 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说呢 大家敢用你的手机号码吗 大家敢用你的服务吗 对哦 你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 我们今天来通告录影 然后旁边就是青岛东路 我也是经过啊 我难道 我的手机号码 现在正式民进党 我愿意到青岛东路 我有去青岛东路 对那个就是宣誓效忠 但是弄下去之后呢 一般的人会不会胆战心惊啊 到底要不要用他们的手机 大家就要想一想 他就讲说 现在最害怕的 一定是中华电信 因为如果诉讼下去的话 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赔偿 果不其然 中华电信讲完了以后 远传台歌大 讲也跳出来 而且跳出来以后 刚刚讲 中华电信讲的最暧昧 我没有跟你有任何接触 没有跟你有任何业务往来 远传讲的更白是 我不但是跟你没有任何往来 我连第三方的合作 你的第三方都没有 我就没有 这个案子是没有的 台歌大哥讲的记住 我不是把身份证名字拿掉而已 而且照理讲 我是不能反推用户的 什么叫反推用户 你根本不知道 他是不是小草 宝贤我反过来问你一个问题 当疫情的严重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电信公司 有没有配合政府 去做足迹追踪的工作 当然都有 三家都有嘛 那这疫情的阶段 做这个追踪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就要找到这个代言者 因为那是有 传染病防治法 这个法源 对 有法源可以去追踪足迹 对不对 那这个结束之后 任务结束之后 是不是所有这个任务 所有的工作应该要全面停止 门要关上了 那这门现在 法律上是关上了嘛 那根据王毅川的讲法 就变成说 另外开了一个小门 在私下民进党 跟他们在干嘛 对 那做什么用呢 作为选举使用嘛 所以我讲意思说 这个事情 他们三家大公司 出来发声明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个故事的根由 就很简单 就是因为有疫情 他有能力 有这个技术 可以追踪 只有疫情结束 应该就结束 结束了 他们拿来步伐使用 作为政治的运用跟工房嘛 就变成侦查运用工房嘛 选举拿选举用的嘛 所以王毅川才得意洋洋的 在电视台上 炫养他们的技术进步嘛 可怕是他完全没有羞愧 或者觉得这件事情不对耶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不对 他认为是很得意的事情 所以民党干这种事情 觉得理所当然 他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不然怎么会讲这个事情 对不对 当然王毅川 但是王毅川不是坏人 王毅川讲这个事情是好事 你知道吗 他把这个潘朵拉的盒子打开了 让我们发现一个气候 原来搞了半天 你们疫情结束 居然利用这个机制 在做政治使用 政治观点 独家内幕 国际趋势 财经焦点 重案解密 火线搜集 全方位 报内幕 话题 不设限 我是张道合 周一道重 关键 周六周日 决战关键 赢紧来上线 赢索来上线